紫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预计在完成后将规划出 适合亲子观赏体验的多样性植物绿带 并适合各年龄层的亲子儿童体验 共融游乐设施 巧妙地结合亲子 共融冒险游具的独树一格花莲新地景 紫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近日在人和活动中心举办第二次的行硕说明会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争取到行政院前瞻计划 施工总经费6800万元 由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副处长主持 县议员张怀文迪布斯依赖 林元富 魏家宴也都到场了解目前的规划设计 县议员也提出资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内 具有历史文化的建筑物相当多 需要规划公司与建造单位妥善的处理 而亲子设施的共融也必须提升使用的年龄层 以及生残儿童都必须考虑到 油漆区或者什么区 你们是不是都注明得很清楚 没有刚刚看你们的整体情况里面 没有很明显的标注 出入口或者是说 这个亲子公园到达的地方 是什么标示要清楚 另外我也非常感谢的就是 有农业树用心的规划 争取经费到现在要开工了 那我们也拭目以待 那这边没有文字的问题 不要从搜下去有发生了那个文字的问题 所以造成我们这样很时空 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人都要去去研究啦 因为我这边只是大概一下 我没有很深度去研究 我想要请示范单位可能多一些楼 去做研究这样 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在今年将进行施工 预计在明年三月前完成 希望透过重塑打造 优质多元的公园空间环境 记者林杰吉安湘采访报导